而今年全运会现代五项台东代表队表现亮眼 台东体中的校友陈佑轩在马术成绩上拿下满点 总分更是打破大会计数拿下个人金牌 女子团体组也相继拿下冠军 然而据了解团体组四名选手只有一个人受过马术训练 得以参与马术赛事 执行教练表示说 马术训练费用高昂 选手碍于现实的经费考量 尽管有参赛的意愿也很难投入 108年全运会部分赛事已率先举行 台东代表队于现代五项中 由陈佑轩以总分1215分 打破大会记录拿下个人冠军 其中在马术项目更惊险拿下满分 执行教练表示 在马术项目中极度担心陈佑轩落马 索性皆安稳落地 如果说他在跳障碍当下 下来没有坐稳的话 是很容易造成他摔马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看他们比赛的时候 是有很多次都会感觉要摔下来 所以我们也是蛮担心 如果说他摔下来的话 后面的比赛会不会造成他的影响 女子团体组也夺得金牌 知心教练表示 现代五项分别为跑步射击 游泳 极箭 极马术 团体赛成绩为每名队员各项积分加总 然而马术训练费用高昂 碍于经济限制 并非每一位选手皆有能力参与马术竞赛 本次台东代表队团体赛中 仅程优先艺人参与马术项目 经费会不允许他们去练这个东西 那在比赛上面也会 就是因为没有上马了 可能会失去得牌 或是说成绩比较没有占优势 对 因为你光进马场 就一张门票的话 是用几千块起跳 那如果说你又要跳张爱的话 就要五张门票 那你一次练马下来要 差不多一万三一万四左右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负担蛮大的 会啊 没有练的话也蛮可惜的 尽管台东代表队夺得冠军 但碍于经费限制 选手仍无法完整参与五项赛事 期盼未来有相关资源挹注 让更多选手有机会参与训练以及比赛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导